喂,需要开始了,第二个生意了没有? 干了,干了 这是五六十年代的牛肝东街 在这繁华的老街背后 有着一群刻苦耐劳的人 天越亮,他们就已经准备好要去工作了 每天,他们都会乘坐着萝莉去工作 人称三十六散门 他是粪哥,手里提着他的工具朝后向走去 粪哥一如往常地走入去倒一会乡 他行为低调和快速地完成他的愤怒式 就算是逢年过节都没得休息 粪哥的生活很艰苦 不过在政府建了设备个完善的公共厕所后 他的工作就变得比较轻松了 没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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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像兰花的朝人里 你像梅花的年年绿 看你到了没来就想到你 梅兰 它是梅兰是位妈姐 身穿白衣长袖 黑色长裤 绑着辫子和手提着菜篮 老板早安 早安啊 今天菜很新鲜啊 你要什么菜 梅兰提着满满的菜篮 走回他老板家 便开始一天的工作 除了照顾小孩 还有一大堆家务等着他 就比如洗衣服 抹地 和清理窗户 梅兰 结束了他一天的工作 便准备离开了 梅兰 嫁给我吧 你是谁 孙经病 梅兰 自从那天相遇后 我就深深地被你吸引着了 嫁给我吧 穿过你 梅兰 不要走啊 妈姐 从不谈婚论家 他们一起互相照顾 彼此到终老 这是你的照片 不好意思 撞到你 没关系 我这里还有一些 你要看看吗 不用 去 这就是五六十年代的花车游行 人们从花车上 用玛丽饼干和驱风油当作广告 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 有没有关系 大家一定会有关系 给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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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